全意问答 楼下有一群穿着花裙子的大妈 很妖艳的在跳广场舞 红秋摇摇头 无奈的说道 这些人简直就是群魔烂舞 亚天又梦到 谭森师徒在取经路上 有妖魔变成孙悟空的模样 把猪八戒骗进山洞 之后真的孙悟空出现了 戳穿了妖魔的诡计 请问师父 这个梦是说明他最近修行 受到魔杖阻碍 还是因为他超度不生活的亡人悲业了 应该是前面第一个问题 对不起师父没听见 就是应该是 他自己 他自己碰到 碰到一些魔性了呀 要好好克服呀 那梦里的孙悟空菩萨出现后 戳穿了妖魔诡计 是不是孙悟空也给他加持了 给他加持了 孙悟空就是斗战圣佛呀 对不起 对不起